在明天就是这个地震的周年 在大陆从这个中央到地方 都有许多大规模的倒计活动 你现在所看到的许多大陆的媒体记者 也已经涌入了四川要进行直播的报道 画面中的这位是中央电视台的首席主播兼评论员白岩松 他来到了四川 他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报道 这一年来 身为新闻记者的采访第一线 他心中的最大感触跟感动又是什么 来听在四川的白岩松怎么说 外在的变化非常大 但是我知道其实 内在的废墟还在 在很多人的心里头 在一年这个日子到来之前的时候 我们也听到 也有很年轻的干部自杀这样的消息 所以你知道一年 这个废墟内心的废墟 不会立即的终止 但即使是这样 你依然在四川人的脸上 尤其在很多重灾区人的这个 老百姓的脸上 看到了那种平静 还有乐观 我觉得这是 就像去年来这看到那些表情让我感动一样 我觉得用感动都轻 用震动蛮好的 这一年的时候 我觉得看到了更多 他面对一切 即使还有很多很多的难题 但依然平静并且乐观 我觉得这个表情是这一年最重要的东西 他们有神医啊 你的儿子还没想到 外边都是你 你妈妈都是你 你老师都在办场的 去年 四川生命瞬间停格 今年 四川的春天 生命的绿苗 冉冉滋滋涨 中天新闻 重返汶川现场 大地伤痛犹在 心之干拔地而起 看台湾人如何协助当地居民协力造屋 看灾区的崇敬经济 俨然四川内需动力 跟我们一起 走过川镇这一年 共同接受一场珍贵的生命起立